万能红油凉菜调味汁 烘的也能拌 酥的也能拌 无论拌什么凉菜 美美的来上一勺 简单 省色 还好吃 干货全拿走 开店就乱甜 大家好 我是评论王老师 那么这个万能调味汁 怎么做才能把这个香味提出来呢 红油凉菜 那这个辣椒油就少不了 也是提味的关键 辣椒呢 我们选择两种 细的增色 粗的增香 我们还需要这排香料 葱 姜 香叶 桂皮 八角 白蔻 小茴香 炒锅两个花椒 还有三个精香 这些食材和油的配比呢 我打在屏幕上了 方便大家学习 油呢 我们用菜籽油 烧熟 烧到冒烟 关火 把菜籽油的生油味去掉 掀下姜片 紧跟着 大葱也净 用葱姜 去除油的油腥味 不用开火 油的油温会自然的把它炸香 炸到这种干黄 就可以捞出来了 香料呢 其前清洗一下 泡湿 因为它不耐炸 锅里油温 降到三四层热 再下香料 香料泡水后 你看一下锅 水就能保护它 避免炸糊 这个时候开个小火 慢慢炸 把香料的香味 融进油里去 炸到这种香料的香味浓郁 你看 微微干黄 赶紧捞出 记得关火 捞香料 不敢再炸了 不然就炸糊了 以后就放火了 然后再开火 把油温提到六层热 关火 首先下 粗辣椒粉 记得一定要撒开 提出焦香味 紧接着 下入细辣椒粉 照样撒开 凶速流入白酒 油温这个香味 撒一下就出来 辣椒油 出锅 趁热 撒入熟 加盖蒙凉 香味就更足辣 油温高点 下粗辣椒粉 能切出焦香味 油温垃圾一些 再下细辣椒粉 这个油的红亮色就出来了 做辣椒油 主要就是油温的把控 辣椒油做好了 它只能提香 它没有几味 所以我们就要炖一个调味汁 调量菜来 大家都知道 粗少不了 这个粗来 我们提前炝熟 炝香 因为生醋 裂酸味重 入口不柔和 所以我们拿姜末 把它炝熟 结果头像 敬主意 我们有专门的四瓶教学 三每克炝熟的醋 加入 六十克生抽 再来四十克 一瓶鲜酱油 把这个鲜味提足 再来六克盐 用四克杯糖 把这几种调味 鸟和在一起去 这样这个汁子 吃着就比较顺口 比较舒服 辣椒油 调味汁准备好后 调量菜 拌量菜 就简单多了 冻肉 耳丝 牛肉 素瓶 都是咋过年 爱吃的菜 这个料汁 全都能整 一勺料汁 美美的一勺辣椒油 再来点小香葱 搅一搅 拌一拌 我皮冻上一浇 这样一盘 一盘红油皮冻 就调好了 耳丝呢 我们往勺里一倒 一勺料汁 一勺辣椒油 搅一搅 翻一翻 拌一拌 这样我们的红油耳丝 也成了 酥瓶也是一样 各来一勺 拌用装盘 一盘酥瓶 看着是不是很有食欲 牛 我们直接兑好料汁 蘸着吃 你看 两菜这么做 是不是简简单单 过年了 做给亲朋好友 满满的成就感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关注我们 学习更多 小吃开店技术 我们下期可见 大家好 有一个好消息 要通知大家 我们正在YouTube上 推出一个 全新的会员专享 视频业务 叫做品诺 餐创 勇课堂 在这里 您将学到 更为专业的 详尽的 餐饮小吃技术 会员专享视频 全都是以开店 为出发点 所有食材 都是精确到课的 操作流程 清晰 准确 包含设备采购 和开店指导 这些都是我们 培训了上万名学员 总结出来的精华 因为我们之前 发布的视频 都是偏 家常 偏基础的做法 如果大家 想学习 更专业 更系统的 餐饮小吃技术 欢迎大家 订阅我们的会员 专享视频 每周 更新一期 最后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关注 Thank you